想不到你的兵仔這麼喜歡有人上天台聊天 不要以為你戴著面具就沒有人知道你是劉華 我不說誰知道 對不起 我是八兩金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Essex Ring 宣語戰爭一款地獄部隊套裝的兵包 這個兵包還有三隻兵仔 終於一比二把系列終於出了反派 之前全部出的都是正派的角色 今次第一次出反派 但是沒有再拒 有三隻兵仔 這個地獄部隊 其實他們所附屬的國家就是Omanga的國家 他們是和August作對的 OK 別說太多廢話了 立刻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好了好了 先看看包裝 有B2Fi的蜜頭 Essex Ring 這裡也是B2Fi 這裡就是他們的產品名 上面是官圖買出來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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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也是 右邊也是 右邊就是一幅畫冊 類似畫冊的復古圖 這裡還有一個英文的介紹 後面也是一幅畫冊的圖 然後看到裡面的文件有什麼 下面就是Warning OK 這個就是它的包裝 好了 開了一個紙皮盒之後 裡面就是有一層膠 看緊了整套模型 開了之後可以看到裡面有三個模型 還有一袋武器 好了 開了盒之後 裡面就一共有這麼多東西 好了 看看第一隻地獄士官 它的頭部 有一個面罩罩著 那 那 顏色就 說真的有一點粗造 起來就 不是特別精緻的感覺 它的頸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好 再看看它的身體 就是黃色為主 但是這裡有一點點紅 好了 到了這條腰 這條腰 這條腰有六個袋 白色袋 也是塗了紅色 再造舊 後面這個 有一個白色的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整體好像有點突然 就是白色和這些顏色 這樣配合 但是它前面這樣塗紅了 也不錯 好了 再看看它的腳 就是黑色 然後是灰色 然後是黑色 然後是灰色 然後這個腳板就有 塗了黃色 就是它新的 這個桂甲的色 好 那這個就是 第一隻地獄士官的 細節 然後這兩隻就一樣 就是地獄戰士 雖然是一樣 但是照顏色 有兩隻有少少特別 最主要就是這個空位 它這個圖到足夠 塗到遮住了它那個 這個Logo 對 對 那麼這隻呢 這個 這個 就 這個 就 塗上去 有些適合的 感覺 遮住了 雖然兩隻是一樣 但是 上色 有少少不同 我相信這個是 人為的 對 好 那我拿其中一隻桿 看看它的頭 那 跟剛剛那隻 地獄士官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的頭盔上了不同的顏色 好 那我拆開它的頭 裡面就是這樣 好 再看看它的尾部 好 再看看它的尾部 它這個顏色 我覺得搭配得不錯 整個一看 就是這樣看整個整體的效果 它都有些 好像柚色 那 但是 怎麼說白色 我覺得 就 有點 這個顏色 就會 好看 好 到腳 好 那 講完它的細節 那 看看它的關節可以動的範圍 那 就 手 可以這樣 直的 但是再反上去就不行了 它已經不是那些扣形關節了 這樣 轉 OK的 反過來轉 沒有問題 好 然後再看它的頭 身體的 身體的 腰部位和胸部位是有關節的 對 按起 然後再按下 OK 好 那 它這個位置 也是有一個 關節的 身體的 對 身體的 是可以這樣轉的 好 再看腳 腳 可以這樣踢 向前 就有些限制了 因為它這幾隻袋 但是整個一字馬是沒有問題的 那 然後 這個位 這個位可以轉 對 那 膝蓋 90度 再 腳板是有一個球型關節 連著 這個 對 怎麼動都可以 好了 那這隻 可以動的範圍就是這樣 OK 那現在就要看看它的武器 第一支要說的就是 一支機關槍 雖然說 它的 兵 是很科幻的造型 但是武器也很復古 好 有兩支一模一樣的衝鋒槍 當然是有一個準聲的 一支 接著就是這支短一點的衝鋒槍 L 很高 只有一支 一支 可以看看L和沒有L 有什麼不同 應該就是前面加了這支 就叫L 沒有加就 對 對 對 接著就有三支 對 他們 這個地獄部隊的手槍 這個挺帥的 好了 還有一把 軍刀 每一款都一樣 這隻軍刀 不是正派版派 都是一樣的 唯一一樣的東西 好 那我現在就把所有的武器 放在這幾個模型上 可以看到 拿了武器之後 很帥 特別是這支 衝鋒槍 特別喜歡 力氣 這隻主角 這支機關槍 就是給它使用的 對 對 不過老實說 雖然它是用一些 舊式的武器 但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突圓的 反而用這些 科技感比較強的槍 就會 我覺得 得起身體起來會有型 對 對 那 這隻 我拿了一支手槍 這支手槍也很有型 我來看 我來看 這支手槍 我來看 我來看 這支手槍 沒有 有一個 那支手槍 有一個 的 Veterans 最後總結 今天這一套地獄部隊套裝 無論這個模型的設計和武器的設計都可以打很高分 但我覺得唯一要減分的位置就是它的售價 確實它的售價真的太高了 應該是三分二的錢都給了設計 如果這些玩具的質量要兩百多元 我想如果它是一些比較大眾的品牌 我相信絕對不會有人買的 我買的原因都是巴奧紐斯傑老師的設計 這一套反派第一次出反派的模型 然後怎麼說呢 我覺得反派是很帥的 我覺得反派的兵是比正派的兵更帥 正派的兵就很厲害了 可能出得多那一套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出一些正派的 現在出一出反派的感覺就是會有一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對了 還有剛剛發現拍攝的過程之中 你發現了我這隻士官的左腳 左邊的大腿是中了獎的 你有沒有看到正常這些 它左右兩邊的大腿是這樣的 對了 但是我這隻士官的大腿一邊是這樣的一邊不是這樣的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了 原來轉過來之後 後來發現了 原來它的裝翻了 但是呢 如果我把它轉過來 那就不行了 那就變成這兩隻大腿一樣了 那這隻本身其實就是右腳的大腿 那它就裝翻了 就裝在左腳上 那所以呢 令到我這隻士官呢 站起來的時候呢 是長短腳的 那 是 這邊高一點 這邊矮一點 那就中了獎了 沒辦法了 那已經拆了包裝 又沒得護好 是不是 好慘啊 唉 那 好啦 那我講到那麼多了 其他些就不講了 那 那今天的開箱視頻就到這裏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啦 記得關注和點贊 那也希望這個1比28系列繼續出一些很棒的產品 我一直會購買的 好了 拜拜